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GPLG后赛节目战已经开启 第一场是QG赢战杭州老干爹 这场比赛的结果基本都被大家猜中了 QG4比1轻松赢下老干爹,成功进入八强 从最近的状态来看 QG的状态明显比老干爹更好 QG是A组第一个进入G后赛的队伍 而老干爹是高开B组,甚至差点掉入B组 昨晚首局比赛老干爹打得不错,一直在保持着压制 本局比赛小胖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在反掉蓝BUFF之后没有及时撤退 被抓死之后老干爹压上了高地 导致妖刀的后裔死在高地面前,掉了一波大杰奏 最终被老干爹先拿一局 不过到了第二局小胖的赵云将攻突破 在比赛中期找到一波机会 用赵云打出野王的风采 成功翻过一局,并且拿到本场MVP 第三局QG拿出了真相组合 小胖用蓝铃王给陈阳上了一课 QG在赢一局,小胖蓝铃王又一次拿到MVP 此时老干爹的心态已经有了波动 果然到了第四局军赵的发挥堪称灾难 军赵的关羽跟小胖的露娜在同区solo 原本军赵可以走的 但是踏过上头,直接被露娜单杀 之后老干爹姐姐败退 QG以3比1来到赛点 第五局老干爹本来前期拿到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他们拿到优势似乎并不知道如何转化为胜利 最后一波渐心的袁哥出现失误先被击杀 军赵的蒙田也被卖掉 就此一路推上水晶 被QG淘汰出局 从整场比赛来看 QG的状态比老干爹好得多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慌 选手和教练都很有信心 BO7的比赛非常考验选手的英雄池 而QG选手的英雄池都比较深 老林教练也很擅长组合各种体系 他们从战术上就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无论顺风还是逆风 出一个都比老干爹要好 老干爹的问题非常明显 江城依然是最稳的选手 但是江城独物难制 其他选手都有一定的问题 打野山羊的露娜有比较大的问题 和职业赛场的露娜有明显差距 哪怕放在巅峰赛或许都不过突出 渐心的袁哥也是老问题 还是缺乏锻炼 这次比赛飞牛没有拿到过MVP 体验了一把抗赢的感觉 但飞牛的贡献其实并不少 而且飞牛的人气碾压了全场所有的选手 看看这恐怖的人气质 除飞牛之外只有摇刀有一些人气 不愧是曾经的大将军 QG下一场比赛将会迎战河山GK 他们也是S5的实力 本赛季他们有过一次交手 QG也2比3输掉比赛 不过那个时候飞牛和摇刀还没有回归赛场 相信以QG现在的实力可以和GK抗衡 小伙伴们看好QG再创辉煌吗 我是李飞白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